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就搭到岳阳去一下 看一看这个 房车新规之后 其他地方对房车 有什么要求 我们现在 好 我们已经到岳阳了 把车停在了一个停车场 这边呢 还有充电桩 停车场还挺大的 空位在警督 我们呢 先去吃个饭吧 这个停车场 坐好 没有出现什么不让停的情况 我们停车的地方呢 好像是有个地方吃饭 我们看一下 它叫品味龙舟 下面呢 就是一个湖 我不知道是叫什么湖 我问了一下 这就是南湖 我们这个餐厅呢 还是龙舟的一个主题餐厅 还有很多这个历史的印记在里头 挺好的 其实我走过很多城市 好 吃完饭了 看 这里边呢 吃饭的还可以 味道不错 就是价格位呢 稍微跪了点 你看 我们吃完饭了 我们车停了这个停车场 我问过他 随便停 然后前面还有停车场 前面还有两辆房车 你看 前面有两辆拖挂 长期停这里的 所以说 我走过很多城市 也去过很多地方 没有出现过什么房车 被管控的情况 你看 我们的房车停了这里 多好 是不是 你看 空位这么多 卫生间什么都有 所以说 现在网上传说什么 房车不能停了 被管控了 这都是从哪来的消息 这都是谁给的消息 你看看 我们的房车 多好 停了这里 因此 大家呢 要把这些事情 不要 当做传闻 要通过我们的自己世界 来看 到底房车 可不可以停 是不是 大家看 好了 我们吃完饭 车停了这里 我们 到前面去走一走 散散步 这环境多好 你看我们住车的环境多好 这也是一个风景区 本身岳阳也是个旅游城市 没走多远呢 我们又到了一个停车场 这停车场车不少啊 你看 这里停了很多房车 这有一辆拖挂 那边呢 有一辆自行式的 平头的 你看 前面还有呢 前面还有一辆拖挂 还有一辆自行 你看 是不是 到处都可以停车 也没人驱赶 你看周边的人 人群多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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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